台湾是不是需要普筛一直以来引发了很多讨论 学者们也各有想法 今天指挥中心特地找来了感染症专家李秉颖 到记者会上现身说法 再次强调台湾是很安全的 他还说台湾没有新冠肺炎病毒不需要普筛 南韩之所以会采取得来素大规模的筛检 是因为当初教会大规模感染 才不得已采取普筛 而且普筛之后还是不断有群聚事件的方声 相比台湾没有普筛 而是采取精准防疫 只有10名本土的个案找不到感染源 加上目前国内已经广泛性的针对医护 或是高风险行业来做筛检 也都没有找到感染者 陈时中也强调国内的防疫策略相当精准 不需要用其他的方式来取代 指挥中心特地找来感染症专家 一块开记者会回应各界一直关心的普筛问题 我们很有信心说台湾是没有 那个新冠病毒的存在的 防疫重点绝对是去防堵从境外移入的可能的病毒来源 而不是说去找本对根本不存在的一个病毒 台湾不普筛有科学依据 像是南韩采用得来素快速筛检 但如此大海捞针找个案 却还是接连爆出群聚感染 相比之下国内采取精准防疫政策 只要符合通报定义或者是医师怀疑就裁检 目前只有10名本土个案找不到感染源 比全国府山来得更有效益 更何况国内目前已经广泛性的 针对医护或者高风险业座筛检 也都没有找到感染者 不符合我们通报定义的人 我们都已经做了病毒 那已经是蛮广泛的筛检了 就是没有找到 不备筛检的话通常就不适合做核酸检验 因为这个核酸检验毕竟是比较贵 比较费时 那所有的其他的检验方法都有他的缺点 假设找了一千位民众做检测 却因为无法百分百验得准 可能会有五十人出现阳性 当时会耗费成本 做这五十人的接触者追踪 让他们统统隔离 忙到最后却发现是误会一场 精准防疫基本上是成功的 就没有必要用一个另外的政策来取代它 强调落实防疫新生活才是关键 也是为了开放边境做准备 这里不是上套的